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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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两个国家 实际上你面临全世界的企业竞争 包括大量进来的 香港台湾企业 都是中小企业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很多的这个规章制度就得改 所以前期的改 主要是放活 就是原来好多规章制度 太死了 一个一个就把它放松 然后放松以后看看有什么问题 出了问题 再建新规 那么等到后来中国产业升级以后 就发现 那老的规章制度都过世了 所以要建立新的规章制度 比如说你像这个食品医药 有很多假冒物类的东西 这个东西信息不对称 看不见的时候 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些不行 所以大量引进的新规 中国没有经验 又是从西方国家引进来 好多新规的话 尤其是像医疗和教育 中国水土不服 所以中国的这改革 实际上是两方面的改革 很多的旧的规章制度要修改 要废除 新的规章制度要立起来 中国怎么改 如果你要照西方的办法的话呢 就是议会制度里面投票去改 那全是利益集团的博弈 所以博弈出来结果 我告诉你一定是最差的 那中国改革过程里面呢 有一个最重要的经验 我认为就是分须试验 讲中国的改革有个总设计师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合实际的 实际上呢 邓小平他是思想非常坚定 就是一定要改革开放 不开放中国始入一条 经济不上去 社会贫穷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他看得很清楚 至于怎么改革怎么开放 他不知道邓小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 我认为就是分须试验 让各个地方政府自己试验 最开始争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农村最大的问题就是包产到户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包产到户 试行过好多次了 然后后面呢 就有人反对说这个是资本主义的 那么反对有没有道理呢 实际上是有道理 比如说70年代的时候 我是在安徽省工作了 安徽省的话 前后两任省委书记 都是非常优秀的 前面是万里 他就支持小岗村的包产到户 后面接任的省委书记谁呢 是原来科学院党委书记张敬夫 后来经委主任就是 那个双轨制 实际上是他制定的 张敬夫接任的时候呢 他就不赞成包产到户 然后当时呢 我还是安徽省政协的特邀委员 然后开会的时候我就发现 老干部不光是说共产党的干部 包括农村的干部什么 几乎大部分都是反对包产到户的 那么理由是什么呢 很简单 你一包产到户以后 穷困的户怎么办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你包产到户以后 原来涉对企业积累的 集体资产怎么办 你把那些机器都拆分了 那就没法工作了 第三 中国的话呢 那个治安灾害频繁 人民公司最大的优越性 实际上是修水利工程 你搞包产到户以后 水利工程没人管了 那将来是非常严重的 然后第四条就是环境污染 实际上当时提出来的问题呢 实际上中央没有办法回答 就让各个地方政府自己决定 那么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 第二个例子就是 工资人员能不能兼职 你要知道中国原来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因为国有企业 还包括政府部门 那是铁饭碗 然后中国老百姓 有一个安全感的问题 所以最希望拿到这个铁饭碗 所以铁饭碗那个单位呢 政府部门里面 就囤积了大量的人才 实际上人才的利用率是很低的 然后呢 中国的急需发展的 尤其是农村的乡镇企业 然后还有深圳特区开放的 新冒出来的那些企业 其实非常缺乏技术人才 那么你要知道竞争的话 不是竞争所有制 实际上是竞争人才 我们读这个三国演义 曹操啊 诸葛亮啊 孙全都是竞争人才 那么乡镇企业的人才哪里来 我就去调查过乡镇企业 我说怎么无锡一个乡镇企业 怎么能搞砸钢厂 因为中国农村一发展起来以后 都在修房子嘛 然后就需要练钢铁 那么原来钢铁厂都是国有企业 怎么很乡镇企业呢 我后来一问以后 这个农民企业家真是聪明得不得了 他们就直接跑去访问退休的眼睛部长 说他们眼睛部里边 哪些人最好的这个工程师啊 那都在三线企业 三线企业的话呢 因为地理条件不好 所以很多企业都是处于 濒临倒闭的状态 然后工资都发不出来 待遇也很低 那他的办法呢 就挖这些工程师出来 你到不到乡镇企业来 来了我们就给你一套房子 哇那国有企业的工程师 你奋斗一辈子 你也没一套房子啊 然后马上年薪就开出来 当时都上万了 中国讲万元户 那国有企业职工 什么时候见过万元户 那马上就引起了争议 这些人能不能出去兼职 那开始兼职就是违法的 所以后来呢 这个邓小平一个一个放宽 包括是像我体会最深的 出国留学人员 可不可以带家属 那教委就说 不能让他们带家属 他们不回来怎么办 那小平就是这个魄力 就真的是比斯大林大 说只要中国建设好 他们会回来的 就大批的留学生 都是国内的尖子 就带了妻子啊 儿女啊 他出国留学 这样他才心能安稳 然后学到西方的东西 现在中国好 大批人又回来了 所以特朗普讲 中国偷这个西方的技术 这个技术不是偷的 是在海归送回来 带回来的 因为靠人带的嘛 不然你怎么偷啊 所以这个例子的话呢 证明开始改革的时候 几乎每一件事情 都是不合法的 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 不是私有化 不是私有企业的竞争 是什么竞争呢 是地方政府的竞争 然后地方政府 他就明白 我这个地方 有什么比较优势 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然后他们有很多创新 然后呢 中央呢 对这些创新 不做结论 很多创新在开始 都是违法的 然后呢 等到做出成果来了 其他的地区仿效 然后中央才合法化